周润发做手术切除脑部恶性肿瘤失败 进入非常危险的情况 主要血管破裂 出血不能停止 周润发的两任老婆都火速赶往医院 大家都知道 周润发的妻子陈慧莲是新加坡富商的女儿 同时也是周润发的经纪人 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之下 周润发和妻子已经有了几十亿的资产 不过其实在陈慧莲之前 周润发还有过一段短散的婚姻 对方是TVB艺人于安安 当年周润发和另一名女艺人陈慧莲相恋 但这段恋情经过四年的时间最终还是分手了 在周润发正饱受情伤之时 陈慧莲的关心让周润发倍感温暖 或许是出于对情感的渴望 周润发闪电和于安安结了婚 不过可惜的是 由于两人之间的彼此了解得不够透彻 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九个月就宣告结束 离婚几年后 于安安嫁给了在广告公司工作的丈夫 并先后生下来两个女儿 不过这段婚姻随着丈夫破产 以及不断传出的绯闻 最终还是离了婚 再次离婚后 于安安也是为了抚养两个孩子长大 只能复出拍戏 直到如今他们的孩子逐渐长大 她才慢慢放下了脚步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待周润发的这位秦 拍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